八旬阿嬤市场买完菜 背着红色背带开心返家 正当堂绿灯执行斑马线时 瞎描一辆黑色旧车却转弯爆冲 碰一声车头梦撞阿嬤 把人撞趴在硬轻盖上重摔滚地 但旧车持续往前冲 再撞上路旁旧车这才停下 要无赶上班没让行人 81岁阿嬤被撞到头颈重伤 送医后病况恶化宣告不治 而被失环快也上演惊悚瞬间 轿车直行右侧车道却有车辆 疑似走错载道 方向盘一打汪左轨切窜出 左边黑车反应不及 被猛撞狂挤到差点喷下桥 瞬间烟尘猛窜车壳炸飞 恐怖一幕吓坏后方民众 而新北淡水也有这款超呛驾驶 轿车打方向灯准备左转 这时轻轨刚好通过 但驾驶油门继续踩 下妙碰轻车就这样撞上了轿车 警方获报火速干往现场排除事故 宾驶车女驾驶没酒驾没受伤 轻微乘客受到惊吓 但没有大碍紧急接驳转乘公车 有惊无险 记者历清黄玉兰台北新北报道